朋友们大家晚见好 两个男孩子的经历 最后呢是两种结局 我为什么要说两个男孩子呢 就是这两天啊 网络上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重庆那个肥猫啊 这个孩子21岁 因为女朋友一直的敲诈勒索 51万 这个孩子已经竭尽全力了 清妻所有了 把他所有打游戏挣的钱 都给了这个女孩 然后这个女孩呢 就是太贪了 提出分手 这个孩子受不了了 然后选择投江了 其实你说这个孩子 这个事啊 乍一听起来 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 为什么21岁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也有可恨的地方 为什么呢 难道你这个生命就属于这个女孩吗 你的生命就属于你自己吗 你想不想你父母给你养这么大 你想不想你自己的家人 你为了这样的一个捞女 过去叫败极女 现在叫捞女 你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这样的一个蛇心的女人 你这种举动你值得吗 你能感动天感动地 你能感动这个女孩吗 其实你什么都感动不了她 然后呢 你为了她 你做了一件这么不值得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既有可怜的地方 站在我们老年人的角度 看这个孩子啊 你看他今年21岁 我孙子今年都17岁了 是不是都属于我们的那一辈人了 就觉得他这个举动真的有点可恨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我看新闻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男孩 就觉得特别想让人给他点赞 给他竖这个大拇指 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他也是出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呢 彩礼啊 已经订了 要15万 这个男孩家呢 15万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订日子了 双方家长见面 马上就要见面的时候 这个女孩又提出彩礼涨到18万 然后这个男孩的父母呢 就愁眉不转的 因为那15万可能都有借的部分 所以这个男孩的父母就想 剩下的3万怎么凑 然后这个男孩果断的提出分手 就给这女孩发微信了啊 双方家长见面取消 我们两个分手 分手之后呢 这男孩的父母就情绪就不好 觉得哎呀 特别自责 因为3万块钱没痛快的答应 闻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吹了 所以父母就挺上国的 这个男孩一看父母那种情绪 果断的啊 拿着那15万块钱 带他父母旅游去了 等他们已经踏上旅游列车的时候 那个女朋友给他发微信 告诉他15万就15万 那3万块钱 后家的3万块钱不要了 这个男孩特别有肝 特别有骨气 果断的又一次拒绝他 说 15万我都没有 你一分钱彩礼 不要 我都不娶你 然后这个女孩通过微信 又反复的认错 又反复的跟他道歉 这个男孩铁心的拒绝 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值得 大家为他点赞呢 然后人家啊 情绪一点不受影响 带着父母旅游去 同样是两个年轻人 为什么就两种选择 后一个男孩 为什么就这么有骨气 为什么就能识别 这个女朋友的真面目 其实他的女朋友 也是一个拜金女 15万还不行 还要18万 所以现在这种社会现象 和现在这些女孩的这种贪婪 真的就得有这样的男孩 拒绝他们 我不娶你 你最后成圣女 你就圣家就完事了 所以后边的这个男孩 确实只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人活着真的要有骨气 要有志气 不能说为了女朋友啊 那个私利 为了她的贪心 一味的敲诈父母 要我们想象一下 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男孩子 那就逼他妈和他爸再增加神了 你想办法去给我借去 有没有这样的 肯定有 所以说这个男孩 确实为大家值得为他点赞 真的是一个积极向上 对生活特别乐观啊 这样的一个孩子 生活当中男孩就得这样 你看这个肥猫 他选择的这条路 真的就不值得人们啊 就是对他抱以过大的同情 还是他自身有问题 生活没有方向 就被这样的一个女孩 给他迷惑了 本来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孩子 游戏打得那么好 为什么就败到 这样的一个女人手里 确实值得现代的年轻人反思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未来的年轻人 肯定还要迷茫 还要走很多弯路 对这件事 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